圆满功德传给我们 这两桩事情 一切祝佛都站台 那同兄们 我们现在就学佛 那你学释迦牟尼佛吗 你要是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看到 会替我们惋惜 我这句话徒弟们能听懂吗 我在安徽的时候 有一个老居士 就跟我讲 我们这个时代信佛 信佛之后要学佛 我看了《弥陀经要节》以后 我就跟着老居士讲 信佛 信佛之后最重要的不是学佛 是靠佛 学佛我们能学得成吗 学佛就好比我们跟一个奥运会的跑步冠军 跟他比跑步 你能跑得过他吗 你怎么锻炼都跑不过他 为什么 他身体好 在佛法讲的 善根比我们好 你像释迦牟尼佛学习 释迦牟尼佛善根比我们深厚的多 第一条你就学不到 舍家弃欲 你看有几个出家的 我们就学不到 雪山苦行 那我们出家了 能不能学释迦牟尼佛 也学不到 佛给我们自得戒律 我们不能做到 学不到 学到了 学得很清净 你才证阿罗汉 成不了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走的这条路 走过来之后 这是难行道 释迦牟尼佛不让我们走他这个难行道 然后告诉我们异行道 异行道是什么 念阿弥陀佛 藏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往生净土 再净土成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这是祝福如来的本怀 所以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家长 你这一生走了很多弯路 然后你教导你的孩子 还会教你孩子走你自己的老路吗 不会了 你一定告诉你的子女 或者告诉你的学生 我在哪个地方走错路了 耽误时间了 你不要走这个路 我一定把最近的一条路告诉你 让你避免我的过失 让你避免我的过失 避免我走的弯路 所以老法师以前教我们 踏着毗鲁顶上行 踏着毗鲁中那佛的头顶走 什么意思呢 就不要走前人走过的弯路 老法师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老实念佛了 老法师几十年的经教就替我们学的 几十年经教都在走弯路 最后认识一条直道 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一下子就接受了 我们就不走弯路 同学们听老法师讲经 有没有听过老法师这样讲过 老法师说他老人家 讲经三十多年之后 才慢慢气度境界 讲经弘法三十年前当中 老法师说 他老人家还有的时候 在境界当中也起烦恼 就把持不住 三十多年之后 入境界 现在的境界更高了 那同学们 你跟老法师学吗 那你观察老法师的根性 我们能不能比得上 老法师的缘分 我们能不能比得上 老法师的愿力 耐心 我们能不能比得上 我在安徽的时候 有一些老菩萨 我就问老菩萨 你们听到老法师这样讲 什么感想 如果我是这个老菩萨 听老法师这样讲 我就完了 老法师 老法师讲经弘法三十多年之后才入境界 我不要说根性和缘分 寿命我都没有那么长了 现在都是老人家了 哪有那么长的寿命 哪有那么好的体力 样样样都不行了 那你要再跟老法师学走这条路 你就走不出去了 那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靠佛了 所以我向大家报告的 信佛之后 第一首要的是靠佛 在靠在佛的基础上 再学佛就好了 你很安心地学 学到什么程度 就是什么程度 我学到一年级 我就以一年级的身份 往生净土 我学到二年级 我就二年级的身份 往生净土 我学了半天也不能入学 幼稚园 那我就以幼稚园的身份 往生净土 肯定能往生 所以我们学无量寿经 第一个肯定往生 果先拿到 有果相应 所以我跟大家 这次报告无量寿经 是朝着这个方向 我先交代 交代给大家 然后我们再学无量寿经 你看换个角度学 你看看 什么感受 以前我们学都是 从阴相过 哪个很累 很遥远 心不安 不快乐 因为你跟这个法门的特点 不相应 佛法是好的 佛法是工具 送给你了 你用错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我在江西的时候 遇到一些老菩萨 他们让我明白一种事情 这些老菩萨 中国的这个冷气 又可以自冷 又可以自热 冬天的时候取暖 夏天的时候自冷 这些老菩萨 这些老菩萨 一起送经 在这个佛堂里面 请了一个大的空调 夏天很热 空调打开 想凉快凉快 送经心神安定 打开之后 有几个菩萨还挺自私的 跟我们讲 我还找得对空调 吹这个地方 应该很凉快 做好对准了 坐在那个地方送经 空调打开之后 大家就送经 送经越送越热 越生越流汗 比刚才还热了 虽然热了 但是他们不敢停 经已经送上了 不能停 大家整整齐齐地送 送了一身汗 对着空调吹这个人 汗流的最多 他就整个空调调错了 调到炙热 夏天本来就够热了 还要取暖 我去那个地方学习 他把这段事情告诉我 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说这是佛 不是要加持 我们学佛就是这样 你看佛门里面 有一部经叫 阿难问四佛 吉凶经 就有些人学佛 吉祥如意 有些人学佛 烦烦恼恼 灾祸连绵 为什么 就是佛法是一个工具 会用的人 吉祥如意 用错的人 那就很烦恼了 越学 灾祸越多 烦恼越多 压力越大 我说你们用的空调 不就这样吗 空调就好比是佛法 夏天的时候 你要会用 调到自冷 你们就很凉快 诵经就很舒服 冬天的时候 你要调到自热 就很温暖 那你要用错了 那你是说空调有问题吗 你说佛法有问题吗 不是佛法有问题 是我们学佛的人 不会学 用错了佛法 所以佛法 它是一个工具 它没有好爱 有老法师跟我们讲 它是药啊 吃对症了 病能好 吃错药了 那吃死了 不是药有问题 你得的病有问题 跟药不对症 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呢 这一物 无量寿经就好比一个冷气 你要会用 你可千万别夏天取暖 冬天自冷 那你修这个法门就很辛苦 同学们 你仔细观察 确确实实有很多念佛人 念得很累 念得很烦 而且还没有把握 他很精进 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着魔了 看到这样的人呢 你不要轻慢他 他为什么着魔了 因为他很认真修 所以着魔了 我为什么没着魔啊 修学不认真 修学不精进 所以会修的人呢 他念这个佛号很踏实 很安心 这一点我们从学习无量寿经当中 同学们慢慢去体会 你就认识清楚 如果你现在还把救生圈顶在头顶上 没关系 学完学习无量寿经 你就把救生圈压在身底下 你以后念佛往生了 不但有把握 而且快乐 幸福 我向同学们报告我自己 我以前念佛 我现在反省 四个字 就近念佛 跟自己较近 又出了一个妄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压下去 又出了一个烦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压下去 压到最后压不住了 就崩掉了 实在控制不住了 先发个脾气再念佛吧 较近念佛 当你明白这个法门的时候 不较近了 快乐念佛 幸福念佛 安心念佛 我往生的事情 不是我办的 如果是我自己办 那真是一点把握 一点希望都没有 阿弥陀佛给我办 而且办好了 什么时候办好的呢 十节之前 我往生的事情 阿弥陀佛就给我办好了 无量寿景上讲的 所以我跟同学们报告 你换一个角度 再看无量寿景 真欢喜 你看到第九品 阿弥陀佛 圆满成就的时候 你会高兴地 跳起来的 以前你看到阿弥陀佛 圆满成就 你没反应 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 我是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换个角度再看 阿弥陀佛这一成就 就是我的成就 真欢喜呀 阿弥陀佛给我 这样业障深重的凡夫 一生成佛的事情 都办完了 我就不要操心了 直接获得 直接拿这个果 作为修音 叫从果相应 这档事情 我跟同学们 从这个 祝佛本怀当中 向大家说明 这段我说的时间 长一点 先让大家掌握这个角度 然后同学们 跟我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 看无量寿景 你不要从以前 那个角度去看 以前那个角度看 你不安心 你从净土法门 这个特点 特征这个角度 来看无量寿景 前面我讲的详细一点 大家看的时候 我就快看了 你就能看出 这个门道来 这是说呀 祝佛的本怀 佛说 大乘 乘之比喻 车乘 你看我们很多同学 来听经 你是驾车来的 大乘 这个车 这个大 包容 就阿弥陀佛 这个车 什么人都可以上 你像有些车 它需要条件 你要有修行的功夫 你要有静静 你要有功德 条件很多 阿弥陀佛这辆车 激引众生是没条件 你愿意上 都能上 OK 帮我